这场比赛前面最大的分差我记得是7分左右 11比4 厉害 关键时刻的台湾实力干将七友人 这个球啊 强行拿下中国雷兰西 完美实现 台湾六男单 齐聚32强 比赛开始 雷兰西个假动作 上周的韩国大实赛是礼律奏效 男单资格赛的前两回 世界排名47的七友人 头对一拍 杀上网 是需要先打两轮资格赛的 在上一战的比赛中 雷兰西的这个进攻的套路啊 原本他的签位是很糟糕的 上来就要硬刚中国大陆新兴汉将雷兰西 他才刚刚在韩国大师赛 杀入四强 在半决赛里输给 最后夺得男单冠军的陶田贤斗 漂亮 七友人很快就在开局 占据优势 而对于雷兰西 这种打法上比较重规重矩的选手 七友人的稳定性发挥 就更显优势 针对对手 进攻欲望不强 防守上也存在着的漏洞 七友人更显得积极主动 起到了甲冬 甲冬的应用的作用 抵达对角 而且的质量都不太好 我真的反应好像是要上 这假动作做得再漂亮 他往往也就是说 运动台比较突然的情况 第一次技术间歇前 一波8比2就直接却裂 六分的领先优势 抓腿一拍 现在尝尝了感觉非常的好 虽然休息回来后 再重复的放这一拍 动作很吓人 进攻这片沙的球的线路 不够开 这七个人这个球整个是被动的 沙方的一个半场球 尤其是反手到头顶的这条线路 搞这样的劈跳 很好 不给雷莱西太多的机会 这个假动作不但用的太多 另外一个他质量也不好 这球给他太高了 即使对方判断慢了的话 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在15比9之后 雷莱西曾反打出一波 6比1的得分小光 杀之线 收到资格赛的前四名之后 再进入到正 对方给撤开 之后是在空单上致命一击 无中的控制 一度将双方差距缩至一分而已 在几篮进攻被雷莱西防守 相比在前面最大的分差 我记得是七分总的 11比4 但关键时刻 既有人凭借顽强无比的任性防守 再加上这灵气十足的贴身回击 他不仅守住自己领先优势 没有 投中球给他有危险 弧度太平 被对方抓到 这球弧度好 可以试着 加强一些变化 对正手 扯开 好球 质量都不太好 拿到了局点 更一鼓作气 打出一波气势十足的5比1 以21比16先胜一局 双方第二局比赛 进入四局后 雷莱西竞技状态有所归暖 上来就9比1的优势开局 好像是比雷莱西还要高 而且身体很壮实 不像雷莱西 还是相对显瘦 又是没有扑死 那七友仁的身材 打 显然 在这一局比赛 七友仁还是有所保留的 他选择 把所有的体力和专注度 放在最后决胜局的厮杀上 高板得知线 再放了 擦网球 还没有办法 现在一号场地正在进行着淘天先走 对雷斯坦一推到优苦局的首页 一会抓得非常的好 又快又滚 背动球 看能不能顶过去啊 好球 还很精彩 扒到对角 结果能够变化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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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以21比13班回一局 双方大比分1比1平 果然经过前两局场地的熟悉 他在3比3 4比4之后 七有人率先带出自己的领先节奏 双方大比较 可惜出界 一波4比0 让他占据主动 但雷兰西的技术攻敌 确实也够扎实 特别是9比5之后 他回敬的这一波5比1 让双方比赛再度逼平 那现在的关键是 七有人的速度也不快 好 不得不说 相比林俊逸 苏立扬这些得分能力 相对比较强 也比较有刻点的选手 七有人 略显平衡 但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傲销 多年征战国际赛事 累积下来的老将比赛经验与心得 总能帮助他保持住不错的比赛心态 给出稳定可怕的防守飞机 双方一度打得非常激烈 比分开始交替上升 进攻的这一波 爆发力稍微有点弱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防守 尤其是防守的第一波 总给 赶盘 防守不错 带有一个推 没放最脚 既然刚才这后车的脚步都要亮强了 在打造中 尤其 socio 给了曼 又来到了 关键分15比15平 七佑人的耐心终于等来了回报 雷兰西久攻途下的情况下 稳定性突然掉线15平平 连丢4分对手七佑人地主作气 最终 以21比17锁定胜局 总比分2比1暴冷战胜雷兰西送其一轮游 而且七佑人又接着在第二轮的比赛中 再赢日本地主其野路 成功机身男单32强 这样的话 七佑人首轮将遇印尼名将乔纳谈 台湾一哥周天成 对上东道主选手长山干太 保证第二场的质量 新一哥林俊逸将对决印度的拉加王特 保将王子维将面对大马好手黄志勇 还有牺牲带汉将苏立阳会与韩国一哥 全一辰再次交手 李嘉豪将果招 陆光族就看看谁能继续保持着更稳定发挥 打下晋级16强的名额 好 对,好 好 好